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他们跟我讲说 后面有做四个不认识的人 然后背上有刺青 然后他们有去问 那四位不明人士 那他们是讲说 你们是愚民吗 你们来做什么 他们的口气又不太好 不好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 那四个人是不是有问题 那今天碰巧刚好有一个协调会 那在这协调会的一个召开当中 有些混沖混沖云民的这些人员 那现场也有比较一点 所谓的警察维护秩序上的一些抗讯 那刚刚在维护秩序的时候 又有清查到 有攜带攻击性的武器 那我严格的谴责这样的行为之外 我要求云民县警察局立即成立专案 立即马上侦办 以及保护现场所有官员也好 企业主也好 真正移民的这些人的权利跟安全